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我是小编 麦当劳里的一位年轻女子,因为遇到了恐怖的一家人 在短短四分钟时间里,遭遇了她人生的至暗时光 这短短的四分钟,却给她的家人留下了一辈子的痛 故事发生在中国山东省的昭元市 在当地有个商场叫做京都百货,旁边的一楼是家麦当劳 2014年5月28号晚上,隔壁百货店的女职工 37岁的吴硕院走了进去,她点了一份套餐 没过多久,麦当劳来了一群顾客 他们进来后落座的位置,距离吴硕院并不远 其实吴硕院也没太在意 可这家人进来之后,他们的行为举止非常的怪异 时而打量着其他顾客,时而围在一起小声讨论 一直说一些稀奇古怪的言语 吴硕院一边假装热无其事地用着餐 一边用眼角的余光打量着这家人 对方两男四女,年纪最小的是个十几岁的男孩 年纪最大的应该是光头男 看起来应该有五十多岁的母让 人高马大,一脸凶像 几分钟后,其中两个年轻的女孩从座位上起身 拿着手机跟其他食客逐个搭话 看到这里,吴硕院就更加摸不着头脑了 虽然感觉很奇怪,但她并没有多虑 玩他们干什么,吃完自己的套餐 赶快走人就是了 就在这时,一个女孩来到吴硕院旁边 然后说道 阿姨,我觉得跟你挺有缘分的 能把你的手机号码给我吗 吴硕院下意识地看了自己两侧 这才发现女孩在跟自己搭话 她反问女孩为何要联系方式 女孩却说了一堆莫名其妙的旅游 吴硕院觉得,这女孩一家人 行为举止怪异,便挽拒了她 可女孩不但没有离开 态度还变得非常坚决 于一系上也从请求变成了命令 见对方如此无礼 吴硕院就更加抗拒了 再次遭到拒绝后 女孩终于转头回到家人身边 吴硕院本以为事情就此结束 便继续玩着自己的手机 她在微信朋友圈里发了一条动态 说自己遇到了疯子 可接下来的事情证明 这群人远比疯子更加可怕 女孩回到家人身旁后 她旁边一名年长的女子突然站了起来 然后指着吴硕院大喊 这人是邪灵 几秒钟之后 女孩家人就先后来到吴硕院身边 还没等吴硕院反应过来 她就感觉头顶被人重重锤了一拳 也冒艰辛之间 她一息听到有人说了一句 打死你这个恶魔 其中那个年纪较大的光头男子 直接把吴硕院从座位上拉了下来 将其推倒在地上 接着用旁边的拖把棍挥打吴硕院 可是由于用力过大 拖把棍直接断成了两截 惊慌的吴硕院开始大喊救命 可她喊得越大声 光头男就打得越用力 迄今光头男一家人 还多次用脚踩她的头部 而看到这一幕 餐厅里的其他顾客都围得过来 试图阻止光头男的暴行 可光头男直接威胁众人 谁要插手 她就打死谁 麦当劳工作人员 本来想把光头男等人拉开 可是遭到了两个女孩的阻扰 伴随着谩骂声 鲜血不断从吴硕院身上溶出来 她叫得越是死心裂肺 光头男等人就打得越是起劲 而餐厅里的其他民众 人则冲到外面求救报警 柔歇则拿着手机拍下了现场的情况 虽然越到视频后面 镜头距离现场越远 但是吴硕院撕心裂肺的叫声 却变得越大 从开始动手到吴硕院倒地不起 中间持续的过程 大概只有三分多钟 可以说这三分钟是她人生中最漫长 最无助的时间 晚上9点19分 两公里外的警局接到报警 如是当时刚好赶上学生校晚自习 所以在四分钟之后的9点23分 四名警员才绕道赶到了案发现场 可当他们走进餐厅时 光头男一家的暴行 依然没有停止 在制服光头男的过程中 四名警员遭到了强烈的抵抗 还有阻扰 在后续警员的帮助下 警方终于完全控制了现场 优惠人员到达现场后 第一时间抢救了吴硕院 但最终她还是不幸去世 根据警方的调查 当晚参与失败的两男四女中 光头男的名字叫做张立东 参与失败的其中两个女性是她的女儿 分别是30岁的张芳和18岁的张涵 另外两个女性 则是她的情人崔盈春 还有教徒张巧莲 另外一个则是未成年的儿子 当时儿子辍学在家 年纪只有12岁 可只有12岁的她 在警方到达现场前 她也一直模仿家人拼命施暴 警方办案多年 经过各种离奇的案件 但一大家子人在公众场所 把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当场殴打至死 这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 从十几岁的儿子到50多岁的父亲 每个人对生命都视如草戒 而在警员的手机中 警员看到了现场顾客的手机号 分别以小阳一小阳二等代号标记 而下令对吴硕验失败的人 是光头男30岁的大女儿张帆 而更让人意外的是 这个张帆还是个名校毕业生 曾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 在一个面容和善 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 怎么会有如此歹毒心肠呢 她的父亲和妹妹 若为何会提命于她 把一个陌生人活活殴打至死 一番审讯和调查之后 警方揭开了不为人知的内幕 根据资料 张帆的老家 位于河北省的吴锡县 此前她生活在一个五口之家 她是家里的大女儿 下面呢 依次还有个弟弟和妹妹 2002年 张帆就进入了北京广播学院 就读专科 后来又到中国传媒大学 攻读本科 一直以来 张帆就是弟弟和妹妹的偶像 张帆每次从学校回到家里 都会给家里人 分享在学校的经历 但从高中开始 因为一系列的原因 张帆患上了抑郁症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她总喜欢把自己关在屋里 而忙于打理生意的父母 也没有注意到女儿的异常 他们认为 也许女儿只是想自己独处 到了2005年大学寒假 孤僻和偏执 就彻底把张帆带上了不归路 当时准备和家人一起过年的他 在回家路上 无意中捡到了一本书 这本书的神学色彩 非常的疯狂 而被孤造的校园生活 束缚已久的张帆 他就觉得自己发现了新大路 从此之后 他就迷上了这本书 讲述了精神世界 在学业上也是逐渐荒废 开学后 室友也觉得奇怪 同样是放假回家过年 张帆却像是刚休闲回来 经常在宿舍里 说些奇怪的话 干些奇怪的事情 而慢慢的 周围人都不愿意和他继续来往 张帆的性格 也变得越来越孤僻 整天在网上和婉柔 一起休闲快活 2008年年底 在一次偶然的集会中 张帆在论坛里 认识了一位名叫 神长子的婉柔 对方还分享了很多独家理论 张帆觉得 这位网友懂得这么多 一定是个高级知识分子 可实际上 对方只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 名字叫做吕云春 出生于1975年 中学还没读完就辍学打工了 在成为神长子之前 吕云春原本有个美满的家庭 后来为了生计 他到城里打工 但在生活的重重打击之下 他觉得 自己能够改变命运的机会 非常渺茫 后来 在盘人的介绍下 吕云春就迷上了当地的教派 从此一发不可受失 而因为这件事情 2011年时 他和丈夫离得婚 自己一个人在外面生活 有时候实在缺钱了 他就会去做些零工 然后把赚来的钱 全部用来买资料 还经常泡在论坛上 和网友讨论普通人 无法理解的人生哲理 不少人还特地登门拜访 吕云春 把他当作心中的信仰 给他一些香柔钱 小到几十块 大到几百上千 而只有初中文化的吕云春 靠着一张嘴 解决了基本的衣食住心烦恼 而后来 张帆就把自己信仰的事情 说给了父亲张力东听 他本以为父亲会一肚子火 指责他不好好学习 斩天搞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然而 听完女儿的分享后 张力东却无比激动 因为他也是其中一员 不过一直没有说出来而已 而问题来了 为何父亲张力东 也会加入其中呢 这个事情呢 还得从他的人生经历说起 在20世纪80年代 张力东曾经入伍当兵 退伍后回到老家 白手起家做起的生意 一开始做的是废品买卖 几乎每天都得东崩西跑 但是也只能赚个温饱 几年之后 张力东听村里人说 做医药代表能够赚很多钱 他就变得非常心动 因为在参军时 他就接触过军医 而且哥哥是村委会书记 又兼任小镇的副书记 和当地大小医院的领导 多少能够说得上话 他趁着当时宽松的政策 以及肯专员和能收汇道的本领 张力东就从一个无名小辈 变成了同行眼中的药神 为了跨到规模 他还开了一家医药公司 开始学习企业的管理经验 通过绕带打开财富之门之后 张力东若把触角 伸向了其他领域 比如说倒卖地皮 这种暴力买卖 但是天有不色风云 在2005年时 张力东的母亲患上了绝症 可是母亲 然而根据不相信正规医院的医生 反而选择当地的神灵 而看着被折磨得苦不堪言的老人 张力东辗转多地求医温绕 但还是没能改变现状 以至于最后他也把希望寄托于神灵 还试过各种民间神灵偏方 而在此期间 他接触了一些民间教派 那作为一名身交阔绰的富豪 张力东自然就是这些教派机构的VIP 张力东为母亲求医的初衷 也逐渐变成了如何升华 自己个人灵魂的追求 到了2009年时 张力东就带着家人 从河北省无极县 搬到了山东省昭远市 和兄弟姐妹彻底分道扬镳 后来哥哥去世时 他也没回到老家 而村里人对张家的评论 到了这里也就结束了 在和女儿交流后 张力东惊讶地发现 女儿和自己一样也信教 他非常激动 真是应了那句话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在女儿张帆的介绍下 张力东就认识了吕盈春 而吕盈春也因此过上了神仙般的生活 因为张力东看到吕盈春 居住环境非常简陋 他就决定自掏腰包 给这位大师买一套100多平方米的二手房 而且房产证上还只写了吕盈春一个人的名字 而对于身家几千万的张力东来说 这点钱其实根本不算什么 根本就是subsub水 钱财来身外之物 跟着大师混才是人生大物 张力东前脚刚送了房子 后脚肉送了一辆吉普木马人越野车 车主的名字写的也是吕盈春一个人 可即使如此 吕盈春还是不满足 他觉得在城市里看木马人 驾驶感非常的差 所以张力东肉花了100多万人人民币 给他换了一辆全新的保时捷卡宴 而张力东之所以会这么死心塌地 因为吕盈春说过 世界末日必将来临 灾难一到 再多的钱也是白纸 听到这话 张力东是满脸忧愁 别人是愁没钱花 他是愁自己太多钱 看出张力东心思的吕盈春 就马上又补了一刀 如果把钱奉献给神 既可以积累善心 又可以得到神力护体 凭借从张力东身上得来的钱财 吕盈春一夜之间变成了富婆 再豪华的商场 再昂贵的名牌 只要自己喜欢 那就买买买 而在遇到张力东之前 吕盈春和前夫柔过一个女儿 但是由于家穷 还有内向的原因 女儿在学校里一直被边缘化 为了挽回女儿的面子 吕盈春就经常连流开着三辆豪车 柔是没事 总喜欢去学校接送女儿 让女儿在同学和老师面前 赚足的面子 说到这里 也许有人会问 看着丈夫为行人大把大把花钱 张力东的原配妻子 难道一点反应都没有吗 她在其中 又是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实际上 张力东的妻子起初是不信教的 当小儿子因为丈夫的迷信 辍学在家时 她是非常的难过 她几次跟小儿子说 你这样天天待在家里 什么都不会 以后可怎么办呢 一边是丈夫和大女儿 一边是小儿子 两边都是亲人 张力东的妻子 可以说是两边都不想放弃 以至于最后只能在家分中 回去求全 一边跟着丈夫信教 一边又默默关心着儿子 在将小儿子送到寄宿学校后 她每次去学校探望儿子 都是她的最大考验 因为每次探望回来 她就得跟大女儿 还有丈夫的情人汇报情况 尽管小心翼翼 但是每一次 大女儿总是不满意 她经常呵斥母亲 不是诚心信教 而在崔云川的建议之下 张帆就把自己母亲赶出了家门 母亲走后 张家的小女儿和小儿子 自然就成为了被严管的对象 他们被要求不能随意外出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待在家里 享受书中的精神洗礼 以至于逐渐失去了 判断是非的能力 为了撞到自己的影响地 在女儿张帆的受益下 张力东就花了几十万元 租了很多出租房 用作教员居住的集体宿舍 而在麦当劳参与时报的张巧莲 就是慕名而来的其中一人 他和其他人一起住在集体宿舍 偶尔还会收到日常生活任品 以张帆为首是瞻 当然也有一些人发现 事情是越来越不对劲 就中途想退出 可他们只要留留出一点想法 就会被张帆威胁 例如被要求补交巨额房租 还有伙食费等等 而在付新资金的支持下 张帆下面发展的成员就越来越多 高峰时曾多达数百人 在付新资金的支持下 张帆下面的成员越来越多 高峰时曾来到数百人 但是后来因为内讧 最后只剩下几个人 为了支持女儿壮大教派 2011年 张力东就出售了其中一块厂房用地 一次性获得了2000多万人民币的收入 并将其中的1000多万作为活动经费 分别存在大女儿张帆 还有亲人女英川的账户名下 根据张力东的说法 他此前通过做生意积累的财富 其实并不止这2000多万 而不满足于现状的张帆 就一直想着东山再起 而在2014年5月28号这天 他就和家人外出拉新人 当天晚上 他们就刚好路过麦当劳 这才有了吴硕燕惨遭施暴的一幕 如于影响非常恶劣 案发后除了张力东12岁的儿子 其他五个人全部都被以谋杀罪起诉 为了脱罪 这五个人还花了大价钱 请了95个律师 除了张力东只有一个律师外 其余每个人都有两个律师 那无论是在法庭上 还是在监狱里 张力东接受采访时 始终认为自己无罪 他说自己杀的只是邪灵 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 是他在法庭上的一句话 我不怕法律 我相信神 而至于他的大女儿张帆 也就是下令失霸的首脑 同样也是拒不认罪 在一审判权中 张力东和张帆两个人 就被判处死刑 情人吕云春 则被判处无息徒刑 小女儿张涵 则被判处十年监禁 而另一名教徒张小莲 则是七年 至于张力东12岁的儿子 如意他是未成年 所以就被相关机构收容管教 案发后 吴瑟燕的丈夫金中庆 是无比的愤怒和懊悔 因为案发当天晚上 他和儿子就在隔壁百货店 六楼在玩游戏 按照他们原本的约定 妻子在用餐后 会上去和他们会合 然后一起回家 金中庆后悔 把妻子独自留在麦当劳 如果当初有跟妻子在一起 如果当初早一点下来 和妻子会合 那一切都会完全不同 可现实偏偏没有油果 在案发后的第三天 他收到了妻子的一个快递 但是妻子在网上买了一条手链 当时妻子舍不得在商场 花一百多块钱人民币买 改为在网上 找了个廉价的替代品 手量虽然很轻 但是当金中庆拿在手里时 却感觉他柔如千斤重 金中庆告诉记者 妻子是岳母家里长得最漂亮 性格最好的一个女儿 八年之前 自己没房没车没存款 可最后 妻子依然选择了自己 结婚之后 怀着对未来的憧憬 两个人为生活早出晚归 自己在办店从刷碗工 做到了切菜工 每个月的工资 能够拿到2200元人民币 而妻子则在商场当销售员 每个月的收入是1300元 一家三口的生活过得是非常拮据 他们攒了八年 但还是没能凑够买房钱 一家人只能借住在 旧旧以前分配的集体宿舍里 金中庆觉得 作为一个丈夫 他对妻子是一直有所亏欠 他不知道要如何面对岳父岳母 更不知道要如何面对这场悲剧 直到庭审之前 他都不敢看妻子被殴打的现场视频 对于贫穷的家庭来说 苦难其实并不苦 苦的只是剩下绝望的苦难 在沉重的打击之后 无缩烟的丈夫金中庆患上了眩晕症 儿子在入睡之前 也总会要求他不要关灯 因为儿子怕有坏人 每一天晚上 只要有一点声响 儿子都会起声说 爸爸 你快去看看是不是有坏人 随着妻子的离世 金中庆就成为了三个家庭的唯一支柱 父亲的高血压 母亲的半瘫痪 岳母的直气管炎 他除了这些 还有比疾病更加可怕的悲观情绪 而在案发两个月之后 由于儿子上学需要费用 金中庆只能忍着丧气之痛 回到餐馆上班 可媒体记者的频繁跟踪和采访 让餐馆生意被严重影响 仅仅一个多月之后 金中庆就只能被迫主动辞职 再后来他发现 自己住所楼下总会有一些便衣在徘徊 其实金中庆一直以为他们是在保护他 但是同时他还发现 这群便衣会拦住想上门采访的记者 在案发之后 金中庆被迫失业在家 而在失业的半年多时间里 他几乎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 再后来有一次 他因为带儿子吃了一顿40多块的肯德鸡 结果和家里人吵了起来 家里人认为 以现在的条件 吃这一顿40多元的肯德鸡 实在是太奢侈了 金中庆告诉记者 他拒绝了婉柔的捐助 因为他觉得 这笔赔偿费应该由施暴者承担 而不是热心的婉柔 为了获得施暴者的民事赔偿 他多次辗转求助多个部门 但得到的答复总是让人失望 他告诉记者 自己就好像一个乞丐揉走在各个部门面前 而在妈妈去世三个多月之后 金中庆的儿子就过了七岁生日 在饭桌之上 他许下了三个愿望 第一个愿望是 让妈妈复活 回来再看他 而第二个愿望 则是让奶奶的腿快点好起来 而至于最后一个 他则是说 我想变成铠甲冗士 拯救这个世界 停到最后一个愿望时 我们不知道应该是该行为还是该遗憾 差一点被这个世界毁掉的孩子 却有个想拯救世界的愿望 我是小圆 我们下期再见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天才少年的故事 他10岁参加高考 13岁研究生毕业 16岁成为博士 但因为种种原因 28岁本该功成名就的他 身上却只有几千元的存款 三次人生起飞的机会 每一次都与他们失之交臂 到底是别人毁了神童 还是他毁了自己 今天我们就来一探究竟 故事还得从中国辽宁省的盘警士说起 1995年 当地一对30多岁的夫妇老来得子 父亲给孩子取的个名字 叫做张欣扬 姓名中带了两个伙 之所以会取这个名字 就是希望孩子将来能够摆脱兵荣 叱咤风云 在儿子只有两岁半时 仅仅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 他就认识了一千多个汉字 而且对数字和计算特别敏感 父亲就觉得儿子是个天才 并开始努力开发儿子的智力 在儿子只有五岁那年 当其他孩子还在肉儿园哭哭啼啼时 他就被送到了小学读书 从小学开始 张欣扬屡屡跳级读书 在他只有十岁的时候 就报名参加了高考 也就是大学的入学考试 由于张欣扬的年纪 比其他考生小很多 以至于很多不知情的人都误以为 这儿孩子也许是发育得比较慢 成绩出来后 张欣扬考到了505分的成绩 他因此再次成为新闻头条 被誉为天才儿童 当时辽宁省重点本科的最低分数是530分 虽然没能考上重本 但是对于一个只有十岁的孩子来说 这个成绩可谓极其优秀 毕竟跟张欣扬同龄的学生 此时都还在读着小学三四年级 儿子被人称为天才 张欣扬的父亲固然很开心 但当时有个问题 如果儿子回去复读一年 明年再参加高考 以他的学习能力肯定能够上重点本科 甚至985高校也不在话下 周围也有人劝张欣扬的父亲 你家孩子那么小 根本就不着急去读大学 回去读得一年 年龄上也不是问题 到时候估计还能考到清华北大 何乐而不为呢 也许父亲有自己的考虑 所以张欣扬最终并没有复读 而是前往天津工程师范学院 开始攻读数学专业 网友透露 父亲不同日儿子复读的原因 是不想失去儿子十岁读大学的神通称号 进入大学后 张欣扬就被学校高度重视 凭借他的名头 学校也上了热搜 由于是特殊人才 所以学校就给他专门安排了两位导师 虽然大学的课程难度更大 但对于张欣扬来说都不是问题 而另外一边 为了更好地照顾儿子 他的父亲就选择了辞职配读 在张欣扬就读大三那年 他被父亲建议考研 毕竟天才少年跟普通大学似乎格格不入 在就读大三那年 张欣扬的导师 为他争取到了去德国读研的机会 导师认为 不管是学术水平还是培养方式 国外都要比国内好 这孩子就是能够出国生造几年再回来 那就是妥妥的大牛 至于学费问题 可以向学校申请补助 或许还能够争取到奖学金 后来德国学校房门就表示 他们愿意接受张欣扬 并为他免掉学费 但他们规定 学生最小的年龄得满14岁 按照张欣扬当时的情况 如果要复得身造 那他需要等待一年 考虑再三之后 父亲就放弃了这个机会 他认为 让孩子在这么小的年纪出国 自己实在不放心 而且国内外教学环境 和社会环境的差异 对世事卫生的儿子来说 都是极大的考验 在2008年 在父亲的建议下 13岁的张欣扬 进入了北京工业大学数学系 开始读研究生 跟以前一样 每次来到新学校 张欣扬总会成为学校的明星 年龄的鸿沟和神童的光环 给他的社交带来了一定的隔阂 张欣扬周围 不缺少热心的同学 但他也固然存在孤独的日子 虽然在荷尔蒙的味道上 张欣扬并不是很敏感 但在财富的味道上 他却似乎很有眼光 当时正在读研的张欣扬要求父母 在北京全款买一套房子 当时北京一套普通商品房的价格 大概是200多万元人民币 但对于这个要求 父母并不赞成 张欣扬为此很生气 为了让父母同意买房 他以自己的学业要挟 如果你们不买房 那我就不参加硕士论文答辩 也不考博士 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过得更好 眼下就有一条实现名利双收的捷径 为何要放弃它呢 因为买房的事情 父子两人的矛盾是愈发的激烈 因为种种原因 当时张欣扬开始沉迷电脑游戏 当听到父亲说 玩游戏能够玩出什么花样时 他总会顶上一句能玩成专家 有一次 半夜两人吵完架之后 他的父亲就气得从北京工业大学出发 直接走路回到了河北廊房老家 全程整整50多公里 在冷战一段时间后 父母最终妥协 在儿子答辩的最后一天 在北京买了一套房子 走进新房子那天 张欣扬是非常的高兴 到了2011年 张欣扬的求学生涯 再次来到了新高度 他开始进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攻读博士 此时的他年仅16岁 当同龄人才刚刚进入高中 学着初等数学的内容时 张欣扬就已经开始接触 世界数学前沿 同时他家里还有北京房产 价值千金的北京户口 也是唾手可得 可后来张欣扬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居然被父母摆了一道 因为这套房子根本不是买的 而是租的 看着租房合同 他觉得晴天霹雳 为此还跟父母大吵了一架 我按照你们的要求 读了那么多年书 甚至还被迫寄生你们的理想 是你们想让我留在北京 可你们连套北京房子 都不愿意给我买 16岁天才博士 要求父母全款在北京买房 事情曝光后 立即引起了热议 柔原指责这位神童 是有财无德 不会体谅父母 要这样的神童肉有何用呢 当时有记者采访了张欣扬 交谈中张欣扬直接表示 父母的理想让他有点窒息 有一段时间 他甚至还想过要自杀 至于买房的事情 他则认为 有了北京房子 北京户口 才有资格去谈恋爱 对于天才博士 要求父母买房的原因 网上流传着这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认为 张欣扬就是在报复他的父母 他觉得 父母的扎苗助长 让他失去的童年 在潜意识里 他对父母的苛刻 存在着强烈的不满 而第二种则认为 是周围环境 影响了张欣扬的观念 张欣扬长期生活在非同龄人中 而文物件 都是工作 房子 还有户口等等 虽然只有十几岁 但张欣扬早就感受到了 二十几岁的焦虑 像无数北漂一样 把在北京有个房子和户口 视为了自己最大的奋斗愿望 而最后一种 则是跟草房有关 也许从脚天资宗慧的张欣扬 早就分析出房价会暴涨 几年过后 这两百万就能够翻倍再翻倍 这种赚钱的机会 岂能犯过 事实也的确有此 从2008年开始到2022年 北京的房价翻了M个Double 当年价值两百万人民币的房子 现在早已是千万 张欣扬也说过 自己博士读的专业偏向于科研 即使毕业后能够月入过万 未来面对北京一路飙涨的房价 也是只能望方欣探 靠基本的工资收入 根本就不可能在北京买房 无论是新房还是老破销 等到自己博士毕业后 假如自己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那要这个博士热有何用呢 但也有人认为 他父亲不买房的原因 会不会是有心无力呢 毕竟200万并不是个小数目 对此有网友分析 张欣扬的父亲 早年用儿子神童的身份 确实赚到了一点钱 利用他有关教育孩子书籍的版权费等等 如果当时他们把天津的房子给卖了 他们家是可以全款在北京买房的 就算没法全款 付个首付还是没有问题的 而等他们回过头来 想入手时 北京却已经发布了限购的政策 他们与千万财富的距离只有一步 但却是永远不可触及的一步 从2011年开始读博 在花了八年时间后的2019年 张欣扬才获得了博士学位 在导师的介绍下 他前往宁夏师范学院 在那里当了两年的外聘教师 按照外人的预测 张欣扬会以此作为跳板 前往一线高校任职 同时继续从事数学研究 就或者进入大企业 成为打工皇帝 然而谁也没想到的是 2021年8月时 张欣扬突然选择辞职回家 回家之后 父母就多次帮他规划职业 但都被他否定了 因为这十几年来 张欣扬已经受够了父母的安排 按照他们的预愿跳级读书 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再到博士 而这一次 他决定为自己而活 不过他的新活法就比较特别 那就是摆烂跟啃脑 除了偶尔出去赚点外快 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赖在家里 在张欣扬这位神童身上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中国家庭 在教育孩子问题上的痛病 第一条痛病 就是把自己的人生 还有期待强加给他们的子女 张欣扬的父亲出现在农村 是1978年的大学生 在那个年代 能够考上大学的人寥寥无几 能有机会去接受大学教育的人 也是百里挑一 在后来的1990年 张欣扬的父亲就以优异的成绩 考到了某所明白大学上学院的MBA 但是因为拿不出一万五的学费 只能无奈放弃 在本科毕业之后 他就从事过很多工作 比如说企业车间副主任 接到办事处的干部等等 这些职位不要说在以往 就是放到现在 听起来也是非常高大上的 但是在张欣扬父亲眼底 他始终觉得 自己原本可以有更好的成就 这才去报考MBA班 不料却以机会失之交臂 所以在他的心里 学历文凭自然是人生的一大遗憾 甚至认为不过优秀的学历 才导致了自己的平庸 他不想儿子也有这样的遗憾 这才会辞掉工作选择配都 同时张欣扬的父母 他们两个人对北京 也有深深的执念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的儿子 到头来会以北京方子反视他们 其二则是不择一切手段 让子女出人头地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国内的教育主流 依然是应试教育 想要让孩子尽快实现成功 分数是最直接的途径 也是最有力的代表 多少人从小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父母总是会告诉你 家里头你什么都不用操心 好好学习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感恩 在这样的理念下 张欣扬在生活上的独立能力就非常差 与此同时 他父母的职业 就注定会给他的成长增加压抑 他的母亲是个教师 往往会习惯性将职业期待 带优到家教中 他认为我是老师 但我的孩子就必须学习好 普通家庭 也许只需要搞好成绩分数 可是富裕家庭的孩子 往往还有其他杂七杂八的指标 他们从小需要参加各种兴趣班 却很少能够建立真正的热爱 艺术爱好是一门桃野青草的美学 如果学他们 仅仅是为了满足父母的期待 那就和初衷完全背道而驰 最后一条 很多中国家长认为 只要我让孩子跑得比别人早 那肯定就能够比别人好 很多家长特别喜欢超嫌透支子女的可能性 张新阳的父母就制造了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假象 用欺骗的方式来让儿子一心一意提高成绩 儿子或许完成了书本和考试的内容 但是过早的学习只会透支他的想象力 让他忽略对现实的体验 但对于过早陪养孩子这件事 张新阳的父亲则表示 自己是老来得子 儿子在出生时 妻子已经来到了三十多岁 为了绕上这个孩子 夫妻两人此前吃过很多肉 在儿子出生的第二十个月后 托尔索的阿姨就说 这孩子一直不会说话 不会是傻了吧 所以从那时开始 自己就把精力放到了儿子智利的开发上 但即使如此 在分数上取得出众的成就后 张新阳的父母 其实完全可以在智利的培养上 放慢速度 开始重点打磨他们儿子的心智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 他们还是没有这样做 而是把心里年龄不健全的儿子 送到了一个成年人的复杂世界 最后呢 他们的儿子只会像成年人那样 认为没有北京房子 没有北京户口 就没有资格谈恋爱 之所以会出现上面这些痛病 个人认为 有一方面的原因 在于部分中国父母 对子女关系的理解有点偏差 曾经有中国专家说过这样一番话 父母的子女也是一种消费品 是可以带来长久回报的耐用消费品 只不过周期更长而已 所以年轻人不生小孩是不对的 专家就是专家 意见永远是那么清新脱俗 他说这番话 无外乎就是想提高 萎靡不振的生育率 以此给经济发展补充燃料 那要知道 一个孩子从受精卵那一刻开始 到他们长大成年 再到结婚生子 这期间能够带来多少消费 作为一名专家 作为一个国家的政府 我们讨论的焦点 不应该在于因不应该生孩子 生孩子是年轻人的权利和选择 政府和社会应该做的 是给他们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那言归正传 专家这些话虽然很让人讨厌 但是在某种程度上 却很好解释地在部分家长眼里 子女究竟是什么 这一点跟欧美文化很不一样 在欧美人的传统价值观里 子女的生命并不是父母给的 而是上帝的馈赠 只是刚好来到了你的家庭 你应该感恩上帝 给予了你一个生命和成员 让你的人生有了一段特别的经历 每个人无论年龄、学员 在上帝面前都是人人平等 而欧美家庭的教育 不太喜欢过多主动干预子女 等到孩子长大了 父母也不会包办孩子的人生 有些孩子到了18岁 就不会跟父母住在一起 他们不会要求孩子 给自己提供回报或者感恩 欧美普遍小孩的特点是 从小范嚷 天真浪漫 而且自信活泼 但坏处就是对规则的服从度极低 在我们看来就是离经叛道 好的非常好 坏得非常坏 但是中国的小孩 大部分都是千人一面 有着相似的成长经历 还有思维方式 性格也非常内敛 缺乏冒险精神 还有打破规则的创造力 那当然 不同国情下的社会 有不一样的苦衷和发展情况 我们不饶求全盘接受欧美的理念 但最起码 我们应该有这个意识 并做出一点改变现状的尝试 那说回张欣扬 12年前的2011年 他因为要求父母全款在北京买房 被媒体采访成为热搜 但成为热搜的感受让他很不舒服 所以在买房事件后的第二年 他就谢绝了所有媒体的采访 开始沉浸在自己的博士学业 但是在读博的几年时间里 他又经历了科研上的弯路 导致在读博第八年时才顺利毕业 2023年 就在大家快要忘记这位传奇人物时 一篇采访报道 再次让他登上了头条 跟12年前16岁的张欣扬不同 此时28岁的张欣扬 人生观念已经发生了巨变 他以前觉得成功的定义 是拥有北京户口北京房子 可是现在的张欣扬却觉得 时代变了 混吃等死 反而能够幸福一辈子 不买房 不背负房贷 反而能够一生亲 当然 他口中所说的混吃等死 指的是接受自己的平凡 而不是所谓的直接躺平 作为外人 我们不禁感叹 连张欣扬这样的天才型人物 居然也选择了接受平凡 我们到底该说 是他已经想通了 还是这个社会的过度内卷 还有残酷环境 那你不得不放下执念 交谈中 张欣扬告诉记者 自己现在身边 只有几千元的存款 父母每隔两三个月 会往卡里转一万块钱 目前从事的职业 没有固定工资 只是按照项目结算 最近一个项目 如果落地的话 能够分到五万元人民币 而对于谈到培养后代的事情 张欣扬就说 会完全尊重孩子的意愿 但同时也会为他铺路 准备很多钱 还有关系网 张欣扬虽然表现得无欲无求 但他还是告诉记者 如果我真的需要什么 给我爸打个电话就好了 因为他们还欠我一套北京的房子 如果当时有买 到现在也应该值个一千万了 只要在这个额度内 我要多少钱都是合理的 有人说 在张欣扬的命运里 曾经有过三次改变命运的机会 第一次是在十岁的时候 原本可以复读一年 然后考个九八五名校 但他最后却去了俄本院校 第二次 则是获得前往德国留学的机会 可他最后还是留在了国内 第三次则是让父母在北京买房 靠房子成为千万富翁 每一次起飞的机会 似乎都被他父亲的愚蠢 还有自私给拦下 这也是为何在2022年时 因为职业发生的事情 张欣扬跟他的父母 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用他的话来说就是 他们什么都不懂 却还要指点江山 而对于儿子这28年来的历程 张欣扬的父亲却表示 如果当初不开发儿子 儿子真的很可能变成傻子 但尤其即使儿子躺平 那他多少也是个博士 儿子的现状虽然一般 但是他依然是比千里嘛 博乐出现那天 就是儿子腾飞那天 实际上 不管张欣扬将来究竟会不会起飞 但相比较于大多数人而言 他早就已经在起飞的跑道上了 只不过 此时的张欣扬 却变得更加的沉默 他这种沉默也许跟他的豁达有关 但也跟社会环境的变化有关 我是小渊 我们下期再见 一个曾经入伍十年的军人 退伍后却变成了一个畜舍 甚至还为年仅二十一岁的女友下身 挖洞上锁 他为何要这样做 两人背后究竟又藏着什么故事 今天我们就来一谈究竟 故事还得从中国四川省的成都市说起 2000年2月21号 当地一个派出所接到民众报警 报警人表示 有名男子正在被人围殴 你们再不出来就要出人命了 巡警赶到事发街道后 还没来得及下车 就看到一家诊所门前围了很多人 禁笛声的到来 让围观人群越聚越多 被打的男子叫做姚勇 是五侯区一家诊所的医生 之所以被打 是因为他对女友下半身挖洞上锁 听到挖洞上锁这四个字 警员一脸疑惑 大清早的 你们这群家伙搞什么鬼 什么叫给女人挖洞上锁 其中一位女警员 马上检查了涉事女子的身体 结果惊讶地发现 她下体确实挂着一把锁 其惨状让人不忍之事 更让人震惊的是 当时女子已经怀孕四个多月 为她上锁的人 竟然还是她的医生男友 出紧这么多次 这绝对是巡警印象最深的一次 作为一名医生 姚勇为何会做出如此恶毒之事 整件事背后又是否有其他内情呢 警方调查后发现 被上锁的女受害者名叫刘淑蓉 当时年仅22岁 男友就是前文中的姚勇 当时48岁 两人相差了足足26岁 彼此相识的缘由 得从事发前一年的1999年说起 当时刘淑蓉从老家来到午后区 进入一家洗厂打工 在某天上班时 她突然觉得身体不舒服 本以为休息一下就无大碍 不料愈加严重 在妹妹的陪同下 她来到工厂附近找药店 人生地不熟的两人 走着走着 找到了一家名叫爱新门诊的收益诊所 远水救不了近火 刘淑蓉决定在这里先医治 实在不行再去远一点的医院 走到屋里后 一个男子迎了上来 年纪看起来有40多岁 他就是姚勇 诊所不大 加上休息的地方 只有10个平方左右 因为没有行医资格 姚勇一直没有申请营业执掌 很多认识她的本地人 都不会找她看病 走进爱新诊所的患者 大多是周围不熟悉情况的 外来务工人员 其中一个就是刘淑蓉 稍微诊断后 姚勇给刘淑蓉掉了点滴 临走前还叮嘱她 打完点滴 高烧应该就会退了 但明天还要来就诊 根据康复情况 再决定是否继续打针 同时姚勇还告诉刘淑蓉的妹妹 明天不用陪你姐姐来 省得请假 还要被厂里扣工资 听到这话 姐妹两人心里泛起一阵暖意 出门在外 遇到好人 不愧是医者人心 可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这番似好心的关怀 其实暗藏杀鸡 第二天 刘淑蓉果然独自来到诊所 姚勇一看 心中大喜 她简单询问了几句病情 并要求再打一小瓶点滴 承诺此后会要到病除 不过奇怪的是 这次输液的地方 不是在就诊室 而是姚勇休息的小隔间里 在输液接近尾声时 姚勇拿了一杯水进来 说这是药物冲剂 喝了能尽快康复 半信半疑的刘淑蓉 接过姚勇手中的杯子 一口闷 大概几分钟后 她突然感到昏昏沉沉 眼前的景象越来越模糊 期间还隐约听到关门的声音 确定刘淑蓉昏迷后 姚勇拔掉了她手上的针头 将其抱到床上 随着衣服一件件被脱下 房间里的衣裳变成了畜色 数小时后 刘淑蓉终于苏醒了过来 但她觉得自己下半身非常痛 尤其是那个敏感部位 更让人震惊的是 自己身上居然一丝不挂 正当她准备大声尖叫时 姚勇走了进来 看到这个男人得意的笑容 刘淑蓉明白了一切 她脑袋一片空白 因为害怕事情暴露 姚勇违离诱 一边以尸身威胁 一边承诺会负责 只要乖乖跟了我 等我发达了 别说豪车 我样样都不会少你 21岁涉事未深的刘淑蓉 就这样被说服 她脑海里 好不容易想起报警的念头 早已不知去向 在宿舍看到姐姐后 刘淑蓉的妹妹 发现姐姐情绪有点奇怪 并问她 要不要再去诊所检查一下 但姐姐一直坚称 无大爱 一段时间后 在姚勇的要求下 刘淑蓉 搬到爱心诊所 和她同去 当时妹妹 怎么也想不通 姚勇跟姐姐 就只是见了一面 结果就喜欢上了她 而且对方 还比姐姐大26岁 诊所里的一切 看起来都破破烂烂 爱情就像龙卷风 不是你风 就是她风 刘淑蓉搬过来后 为了庆祝自己告别单身 也为了炫耀自己 找了个年轻小迷妹 姚勇特地请了几个朋友去餐 饭桌上她宣称 刘淑蓉是自己 刚过门的妻子 即使两人 根本没登记临正 同时 姚勇还要到了 女友老家的地址 给未来的岳父岳母 写了信 在信中 以女友的口吻 说自己找了个男友 对方是医科大学的高材生 不仅人长得帅 还很能干 写完信后 姚勇还不忘加个红包 里面装着 300元人民币的现金 撒谎说 这是男友的心意 刘淑蓉的父母 收到信件后 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大字不识几个的女儿 居然找了个高材生 虽然有点怀疑 但想到只要女儿过得好 那他们就一切放心了 在刚开始同居时 姚勇表现得还算不错 经常主动承包家务 刘淑蓉 一度以为自己找了个好男人 很快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便直接辞去了厂里的工作 甚至还放弃了 最后一个月的工资 事实证明 她还是太年轻了 因为长相甜美 总有一些不知情的年轻小伙 喜欢跟刘淑蓉搭讪 考虑到女友跟自己的年龄差 以及每天收入平平的药店生意 姚勇内心越来越不安 每次女友很晚回来时 她就会习惯性打听女友的行踪 起初这种不安和担心 只是徘徊在脑海里 后来直接反映到行为上 当有其他男人和刘淑蓉交流时 姚勇总会一脸不快 男友莫名其妙的反应 让刘淑蓉越来越无奈 一个喜欢联想 一个不爱解释 就这样 姚勇强烈的控制欲和占有欲 最后演变成了肢体暴力 刘淑蓉不管承不承认都得挨打 实在受不了的她 后来索性直接揽下了 种种莫须有的罪行 为了惩罚女友 姚勇还会强迫女友写检讨书 但只有小学文化的女友 大字都不认识几个 更不要说要写成百上千的文章 为此 姚勇就列出大纲 包括出轨对象的身份信息 甚至还要写出两人偷情的过程 越详细越好 为了不爱打 刘淑蓉只好下编 把自己自从打工认识的男性 都写在了检讨书中 上到七八十岁的老人 下至十几岁的未成年男性 不出意外 写完检讨书拿给男友后 刘淑蓉又得爱上一顿咒骂和毒打 姚勇经常威胁说 你要是敢跑 我就把你全家都整死 一番吓唬后 她又会温柔地安抚女友 亲爱的 我这么做也是因为爱你 毕竟你还年轻 是男人看了都会动心 我要是不管着你 还不知道你哪天会被哪匹狼叼走了 虽然经常遭到不公的对待 但刘淑蓉却一直没离开姚勇 我们不知道 她到底是因为害怕 还是因为听信了男友的鬼话 后来某天 刘淑蓉的妹妹刘淑华来诊所看望姐姐 不巧的是 姐姐刚好不在 在刘淑华转身离开时 姚勇拦下了她 来都来了 就不要急着走啊 先坐下喝杯水 你姐很快就会回来了 这时 姚勇端来一杯水 但水的颜色非常奇怪 似乎还有一股异味 刘淑华心里一惊 马上齐身离开 姚勇见事情败露后 冲到门口 把卷闸门拉了下来 然后一把抱住女友的妹妹 索性 大门还没来得及上锁 刘淑华拼尽全力 侥幸逃了出来 得知妹妹的遭遇后 刘淑蓉非常气愤 但她却仍然没有离开姚勇 更没有勇气 把真相告诉父母 因为此时 她已经怀孕了 2000年2月17日 姚勇到五金店 买了一把锁头 不过 这把锁头锁的不是大门 也不是储物柜 而是女友的下半身 回到诊所后 姚勇命令女友躺到床上 接着用绳子 把女友捆在床边 用毛巾捂住女友的嘴巴 接着直接用手术刀 残忍地 给女友下半身上了锁 让女友没办法进行防止 怀孕四个多月的刘淑蓉 看到自己下半身 挂的锁头后 直接怀疑人生 如果用一句话评价男友 那就是表面医生 实际畜生 爱心诊所 黑心医生 自从挂上锁后 刘淑蓉只要一走路 她的下体就会很痛 这种痛不但是肉体上的 更还表现在心理上 她不敢跟任何人提起 包括自己的妹妹 另外一边的姚勇 及时给女友的下半身上了锁 但她依然没有停止 对女友的怀疑 相反 她每隔几个小时 就会查看 女友有没有偷偷把锁换掉 在她眼里 女友似乎就是私人财物 必须用锁头牢牢锁住 2月21日 也就是被男友上锁后的第四天 刘淑蓉实在无法忍受下体的疼痛 就趁着男友不注意时 向隔壁邻居大姐求救 大姐一看刘淑蓉下灭后 整个人无比震惊 她连忙报了警 在警方到来前 还找其他人帮忙 附近几名热心民众获悉后 直接冲进诊所 把姚勇拉了出来 把她围在一起 拳打脚踢 因为害怕出人命 围观人群里有人报了警 这才有了前文中的情节 其实在这之前 刘淑蓉曾三次被叫到诊所门口罚柜 旁边店铺的邻居也多次好言相权 但姚勇始终不为所动 她说这是对妻子在外面勾三搭四的惩罚 起初邻居以为 等姚勇火气降下来后 罚柜的闹剧就会收场 其料这次她如此过分 居然用锁头折磨四个多月的孕妇 这话谁都看不下去 确定基本情况后 巡警立即控制了姚勇 并要求她当场交出钥匙 根据资料 姚勇是四川省重庆县人 初中文化 此前还在军队中服役十年 退役后开始做起了小生意 但因为经营不善 不幸倒闭 后来靠着在部队接触过的医术 姚勇来到成都市五侯区 开设私人诊所 开始无证行议 而跟她同居的刘树荣 则是来自成都金唐县 一个偏僻小村庄 家里靠种地为生 父母没法供养三个孩子上学 作为家里的大女儿 刘树荣自然知道父母的压力 所以小学毕业后 就离开了校园 帮父母干农活 偶尔会去镇上接点手工活 赚外快 因为地理位置偏僻 刘树荣村里的年轻人 几乎都外出打工 普遍到过年时才回来一次 看到到处挥霍的统领人 刘树荣非常心动 17岁那年 她决定走出老家 前往大城市打工 后来和妹妹进入五侯区 某家协场 这才遇到了姚勇 在警方立案之后 关于是否要控告男友 对自己的罪行 刘树荣曾经犹豫了好一阵子 因为在她的认知里 只要女人和某个男人发生关系 那就只能认定这个男人了 无论双方是否有登记灵症 这种传统的关键枷锁 是她不敢离开姚勇的原因之一 同时 她怕姚勇出狱后 真的会报复自己家人 索性在警方的鼓励和支持下 刘树荣才站出来执政男友 忍讯时姚勇表示 女友经常在外面和其他男人乱搞 得了尖锐石油 自己实在没办法才出此下策 还说 那里本来就有洞 就顺着洞给加了个锁 姚勇甚至还狡辩说 是征求过女友同意 才给女友上锁 可刘树荣告诉警员 自己根本没同意 是男友用暴力方式 强制给他做了手术 事情传开后 很多媒体记者纷纷来到警局 把镜头话筒对准姚勇 看着周围这么多相机 姚勇瞬间细经上身 含泪说道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我管教女友是怕会失去她 我之前离婚 就是因为前妻作风不好 现在她也这样 弄得我很痛苦 我天天为她洗衣做饭 她却背着我偷人 我能不管吗 我已经很不容易了 你们干嘛还要这么对我 而且这是我的家务事 可根据警方的调查 姚勇的女友根本没有出轨 也不存在她和其他男性 勾三大四的事情 一切都是姚勇自己的幻想 家务事这三个字 姚勇根本不配说出口 因为她根本没有和刘淑荣登记领证 更不配有一个家 她此前的妻子叶水珍 就是因为不堪忍受暴力 在女儿还没买一岁时 就带着女儿离开 而这一走就是整整十二年 期间两人一直没联系 直到从报纸上看到 丈夫被抓的消息后 叶水珍才敢带着女儿回到娘家 她告诉记者 每次和丈夫发生争执后 丈夫就会往死里打自己 当地民众认为 姚勇根本不配做人 更不配做一个医生 爱心诊所这个招牌 直接被人给砸了 获悉女儿的遭遇后 刘淑荣的父母无比同心 他们一直以为 女儿找到了个好人家 不料居然一直被人如此虐待 父亲告诉记者 把女儿接回来后 她一直不敢接触任何人 也不和任何人交谈 把饭菜端到她面前时 她眼里经常都有泪花 看到女儿这番模样 自己心如刀割 2000年6月19日 针对此案 当地法院召开了庭审 姚勇侮辱妇女罪名成立 被判五年监禁 2005年下半年 姚勇被释放出狱 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 她依旧认为 给女友上所 是自己的家务事 还说是周瑜打黄盖 一个愿打 一个愿挨 光阴次见 如今已经是 19年后的2024年 此时的姚勇身在何处 有没有真正悔国自新 还是在另外一个角落 继续给下一个伴侣上锁 我们不得而知 但我们知道的是 她给刘淑荣上的那把锁 也给她自己的人生 彻底上了锁 十年老兵的光荣 满腔正义的气概 早已荡然无存 刘淑荣下半身那把锁 虽然已经被解开 但不幸的是 她又化成心里一把 无形的锁 这把锁在将来 也许会被摘下 又也许 她永远无法解开 我是小鸢 我们下期再见